咱来一回啊 怎么来啊 我就是演我爷爷 你上我爷爷那玩去 没问题 一会儿你就崩溃 咱试试 咱试一会啊 试试试试 哎呀你好啊小伙子 你好啊爷爷 欢迎来到你要能逃出去 我死这儿密室逃脱 那我就别逃出去了 怎么还在威胁人呢呢 哎不是威胁人 因为本密室逃脱难度极高 是吗 开业至今这个逃脱成功率为0% 哎呀 您就没考虑考虑大伙 为您的生命安全考虑了一下吗 现在里面还关着仨人呢 给人放出来 放着还关着呢 你就是不想让我们出去 哎小伙子 我听说你也相声演员啊 对 我跟您孙子就是搭档 那太好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相声主题的密室逃脱 现在都有相声主题的了 也分很多类型了 有什么区别 像这一个人玩的 那叫单口密室 两个人玩的叫对口密室 三个人玩的叫群口密室 你是几个人来的 我一个人来的 那你玩的群口密室 就这么不想让我出去啊 一个人来的 来单口的吧 来单口的 哎 行小伙子 你这 你把这个眼罩给戴上 哦 还得戴上眼罩 好不好 等会儿呢 你呀 扶着我的肩膀 嗯 然后呢 咱们现在就往这个房间走 好 没问题 哎 行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个小时 计时 开始 爷爷 咱这一个小时到得了吗 差不多吧 什么叫 你把表现停了吧你 干什么 好家伙 太慢了 那一个小时都扔道上了 知道吗 那你这什么意思呀 您快点啊 快点 你说快点就完了 快点 来 计时 开始 哎呦 爷爷 您是苏炳天吧 你不让我快点 哎呀 体格子真好啊 行了 太快了 这爷 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密室的门口了 这就到了 小伙子记住进去之后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我求助 好嘞 但是记住你只有三次的求助机会 我记住了 祝你成功 好好好 再见 谢谢爷爷 很久很久以前 这就开始了 有一个相声演员 因为演出效果太刺 被人打了一梦棍 还有五个帛溜 那得多刺啊 他陷入了昏迷 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存在于一个密室当中 而他能否能通过自己的实力成功逃脱出去呢 请摘下眼罩 哦 我天 可算能摘下来了 摘下眼罩你发现你依然处在了一片黑暗当中 哎呦 突然 不是怎么了 你发现在你发现在你发现在你这右手边传来了一阵特别诡异的声音 哎呦 您可别吓唬我呀 打主板走上台 高高兴兴唱起来 唱起来乐开怀 我祝各位发大财 这都诡异吗这都 哎呀 这个声音当时离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当这个声音即将到你耳朵边的时候 怎么了 灯亮了 啊我以为该超零钱了呢 灯亮之后你发现你的面前有一个通道 呦 但是这个通道布满了激光 你得通过你的闪斩腾挪通过它 没问题 小伙子 嗯 听我的口令 好 跳 钻 蹲 跳 钻 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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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舌头 哎哎哎哎哎 我把这瘸狗来了呀 我伸什么舌头呢 这会儿啊 你成功通过了激光阵 哎呀 这时候你发现你的面前有一个相声桌 呦 相声桌放着两把扇子 请把两把扇子上的字成功拼读成一句话 哦 拼读 不是这上面没字啊 请看另一把 哦行 我是大傻子 拼读正确 哎 这用拼吗这个 这不都写着了吗这都 能读出来也是个勇气 嗯 我怎么觉得就为骂我呢 百分之八十人都扛这过不去 哎呀他真有响 这时候你发现你面前的墙缓缓下降 出现了一道门 过了这个门你就成功通关了 这也太快了这也 太简单了吧 你可别小瞧这最后一关 怎么了 最后一关是相声问答题 能怕什么呀 答对所有题目才能成功通关 咱就是相声演员的能答不对吗 随便问 请问 爆菜名的第三道菜是什么 蒸阳高中生长蒸鹿元 第五道菜 蒸阳高中生长蒸鹿元 烧花呀烧畜鸡 第十四道菜 蒸阳高中生长蒸鹿元 烧花呀烧畜鸡 烧子鹅 量肉香肠 第九十六道菜 蒸阳高中生长 你要累死我是吗 爷爷 我是一个捧根演员 我这辈子也没背过这么多个菜 你换一道题好不好 请成功说出 马济先生在春晚上的三个代表作 这应该难不着 老少乐 宇宙牌香烟 五官真宫 那么请问 五官真宫是哪年春晚上的作品 我没记错是1987年春晚 那么它是那年春晚上第几个作品 它是 我还是试那九六道菜吧 行不行 我哪知道它是第几个作品 你可以选择求助 对呀 我还有三次机会我没用呢 我求助 小伙子 你说 爷爷我问一下您 那五官真宫是春晚上第几个节目啊 爷爷 爷爷 您不是耳背了吧 哎呦 都这个时候最后一关 您可甭掉链子呀爷爷 爷爷 爷爷 你听得见吗 绝对耳背了 绝对耳背了 爷爷 您可不能这样 爷爷 我还里边关着呢 爷爷 哎 您记性差点 您不能走了吧 您别把我一人扔这儿 爷爷 爷爷您要是走了呀 哎哎哎哎哎 爷爷 我一猜您就没走 我一猜您就不能把我一人扔这儿爷爷 爷爷 您听得见吗 爷爷 那没走耳背也不行了你说说 叫我呢 哎哎哎 站住站住爷爷 你小生嘀咕什么的 哎呦 您跟您孙子说的一模一样 嗯 我跟您聊天 您耳背没听见 谁说我耳背了 怎么了 我咪等一会儿 您这这儿别睡呀 我还里边关着呢 干嘛呀 我这是想问问那个求助一下 那你说吧 这个五官 等会儿吧 我要现在问 爷爷要耳背 就不白费功夫了吗 我先试试 爷爷您还在吗 还在 您没睡吧 没睡 那我现在能问吗 能问 那我就问了 求助完毕 哎 啊 哪儿我就求助完毕了呀 哎 你这问了仨问题 我都回答你了 哎呦 爷爷 你可不能这样啊 我这是问问题吗 我怕你耳背听不见 爷爷 哎呀 小伙子你别着急呀 虽然说三次机会 你都用完了 但是你也不是外人 看着你和我孙子 是搭档的份上 我送你一次求助的机会 哎呦 爷爷 要不说还得是您呢 哎呦 我忒讲究了 你还送我一次机会 那多不好意思